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怎么一直在那边拖啊拖啊拖啊 好像拖个没完没了啊 那昨天晚上美国股市是大跌的啊 对不对 昨天台紫期电子盘也跌了一百多点啊 可是早上一开盘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来看看老师这通讯息 这是今天早上给我们期货会员的讯息啦 今天是七煞加陀螺啦 今天是七煞陀螺 月里面的七煞陀螺日啊 而且震荡会稍微大一点啊 上下还是快速双八八的凶 但是真正的转折时间还没有到 千万不要看到黑影就开枪 那明天是什么 明天有明天的规划嘛 所以在今天呢 这盘整弄来弄去啊 眼看着好像快不行了 可是最后还是涨了二十八点 这真的是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转折时间还没到嘛 转折时间还没到 我今天还是可以给你们 弄上一个十九家掌停板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大盘呢 在这高档盘整的期间 从三月十五号 你看每天就这样几十家 几十家掌停板 这鲑鱼之乱 来到三月二十三号 也开始出现了有一半 二十五家以上的跌停板 好 那么这个鲑鱼之乱 来到今天呢 好像这鲑鱼越来越小支了 剩下十九家 没有错 清明节快到了嘛 对不对 那你说这些炒作小型投机股的 这些主力 谁要给你 谁要给你过清明节啊 钱比较快变变回来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七煞加陀螺 盘整高档盘整做头 加上变盘 那这个看法有没有改变 没有变啊 对不对 这个 这里的鲑鱼之乱 当然很 我已经在节目很多次提醒大家 在去年的鲑鱼之乱 这些小型股的鲑鱼之乱 最后是什么下场啊 那当然很多朋友想说 那这些鲑鱼之乱 既然最后都要给它同归于尽 那不就把它扛下去就好了 对吧 对不对 就给它空下去就好了嘛 既然大家都要同归于尽 那不是一样吗 没有错 听起来道理好像是这样啊 可是问题就在于 这个盘 它的可用之兵啊 我在转折时间到之前啊 我在这个转折时间到临之前 我这个可用之兵太多了 你来看今天二四五四的联发科啊 既然是七煞加陀螺 盘整加做头啊 联发科在前面做了第一个头 我不能来第二个头吗 当然可以 对不对 台积电呢 好了 那上次3月22号我们说 这个三四天转折的最后垃圾啊 最后英特尔来宣布什么 要跟台积电杠上 结果昨天台积电又跌了下来啊 那这个整个格局台积电的格局变成什么 那不就是这个在3月11号讲的这个弱势格局吗 甚至于比这个弱势格局还要怎么样更弱吗 那这个不意外 因为散布都在上面了 对 所以越拉越拉越没劲 可是你说人家没劲 他还有没有再来一次最后垃圾的机会 他还是有的 还是有这个空间 所以你想这个头 做头归做头 他里面的魔鬼细节 他还有一缸子 还有一缸子 所以你现在要注意到 现在正是股东会的旺季 那你这个空单要做空单 你一定要有事先规划 选择权如此 个股也是如此 不然有些空单 你不能空太早 空太早以后 你这样做下去 就算你空了联发科 也会被嘎出场 对不对 所以说 刚刚给大家说了 这个归于之乱 就是说也代表了一个最佳倍数获利机会的来临 那在转折时间到零之前 我们在3月22号到3月23号 这两天的期间 有一个操作这个上次节目跟大家讲过 我那还在短多耶 对不对 这是4W16300 第四周16300的call 那还可以翻个一倍啊 对不对 还可以翻个一倍啊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在前一天 哦 事先规划 对不对 22 23的操作 是因为22号 已经有这个事先规划 好 第二天的高点落在这个地方 那那天收盘才在16189嘛 对不对 所以第二天来了没有 来了嘛 16351嘛 是不是就落在这个区间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就按表操客 赚我们该赚的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在前一笔呢 哦 那有一个4月15000点的put 月选 对 那这样37点到87点 不是也两倍吗 二乘二不就四倍吗 但是我们的志气当然不止如此而已 对不对 既然是一个最佳倍数获利的机会来临 我说过在前面也就是暖身而已 啊 但是 这些 这个 这个机会啊 是 你要有等待的智慧 这个等待并不是说 啊 当时不知道怎么 因为选择权啊 你要让他倍数能够翻到最大 首先 进场点很重要 进场的时间点更重要 因为选择权 哎 是会耗损时间的 你进场的太早 也变成龟鳞膏啊 啊 这下子连鲑鱼之乱啊 这个鲑鱼之乱啊 连空单一起 也同归于尽啊 哎 这个就不太妙 你变成看得到吃不到啊 所以 你要知道老师的事先规划 是到每一天 该做什么 该做什么 或是什么时候该休息 什么时候我们养精蓄锐 等着做那最准确的一集啊 这不是说 这每天尤其最近期货 上下乱八 都是秒数在 在这个上下乱八 你讲 你的脚手有那么快 这不可能嘛 对 那八来八去 你到底能赚到什么 还不如 等到转折时间那一天 再给他致命的一集就好了嘛 七撒加陀螺 盘整 高档盘整座头 加上变盘 这个我们现在从 还是一样的 在这个月以来 应该说从 开封盘以来 这外资在那边的疯狂大卖 融资在那边大增 这个情况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到了昨天外资还是卖超350亿啊 融资还是续增了18亿啊 那今天外资奇货又补了3000多口 那显然就是老师刚刚讲的 身上转折时间还没到嘛 对 转折时间还没到嘛 所以你一定要对说 哦那明天 明天是什么 明天要动了吗 后天要动了吗 后天是礼拜六 还是下礼拜要动了呢 所以这个时间点很重要 因为在这个看起来就明明知道 他是头部的同时 我们知道 那么接下来就要提防什么 体感崩盘式的大幅修正 所以再何时 再何时 这个何时啊 必须抓到非常非常精确的时间 才能让这个选择圈啊 他的备注能到达三倍五倍 甚至于十倍 但是值不值得非常值得 对不对 这等待绝对值得 你现在乱八八八 真的时间到了 因为前面被修理的很惨 最后该进场的时候犹豫了 你是不是常常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过这个大盘 看起来是一个好像史上最强的多头 那为什么多空都这么难赚 正因为说大盘的波浪 跟个股的波浪 彼此之间 形成了非常绵密的 嘎空跟沙多架构 那一副快看起来快挂掉的样子 奇怪 分明台积电就破线啊 我可以再搞一个联发科来怎么样 做第二个头 我就是不下去 我就是不下去 为什么不下去 因为时间未到 但是会很远吗 对不对 事先规划才能掌握魔鬼细节 今天没有什么特殊要多说的 没有什么特殊要多说的 就希望大家尽快的把电话给拨通 把握这个倍速获利的机会 02-8773-8859 02-8773-8859 我们周末再会 拜拜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